中国时间7月1日星期四 驻扎在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天河的三名宇航员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三人组的指挥官聂海胜 与另外两名宇航员刘博明、汤洪波表达了祝福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在中国全国范围内 在与中国航天工业有关的部门工作的工程师 和其他工人重温了入岛试词 并参观了曾经的工作场所 以纪念中国共产党的100周年生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刘靖 表达了建设中国空间站的决心 要继承老一辈的精神和传统 认真、细致、努力创新 把我们国家的空间站早日建成、建好、发挥作用 今年自4月29日以来 中国已经成功完成了三次发射任务 一个三模块的综合体已经在太空中成型 三名宇航员将在太空中停留三个月 他们正在准备舱外活动 三名宇航员将在太空中停留三次发射任务 三名宇航员将在太空中停留三次发射任务 三名宇航员将在太空中停留三次发射任务